字幕 李宗盛 HELLO 大家好 我是阿酸 今天是十二月三十一號 這是我們拍 2018 拍 黃氏戰爭視頻的最終一天 因為到明天就是2019新的一年啦 這陣子 應該說從十一月開始一直到十二月 每次的開頭都跟大家說 最近很忙很忙 但你確實很忙,所以發布影片的頻率比較慢一點 但我在想明天是就要2019了 所以當然2018的最後一天拍個影片 然後也算是給自己一個小小期許 像在2019,這個我們影片的數量還是可以再多一點點 那當然這個我可能也會改成打百鑽居多 2018的時候3月我有跟大家說 我想要多開一點直播嘛,再任2018 結果2018年一場都沒有開到 所以這個我可能要列入2019的計畫 波羅斯大的出現確實是還蠻適合開直播的 因為可以跟大家同樂 我想這個可能會單比看阿酸玩波羅斯大來說有趣多一點 來吧,我們今天再來打爬天梯 那爬天梯的同時呢 這裡賽季獎勵 剩下最後7天的時間 所以可以充斥一下 好,我們就從49這邊開始努力往下 那事實上我昨天呢 就是有去五月天的演唱會在台中那邊 嗯,對方一個束束的 喔,竟然是鏡像鍋爐 有點小小難以處理 很痛很痛 好,抓抓抓抓抓抓 不行吧 不要 好,抓了抓了 這個蝙蝠黏上去 還是蠻痛 然後對方又要再養一個鍋爐 好,我不算是五月天的粉絲啦 但是基本上五月天的歌 我都還是會聽會唱 只是沒有到會去參加演唱會等級 因為我平常其實也沒有在追星 但只是說剛好有這個機會就 朋友一找 然後想說去聽看看 這也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參加演唱會 結果發現真是驚為天人 太有趣了 現在的 這個 硬體 怎麼說呢 硬體實力嗎 有點 超乎我原本的想像 不要 他把它用的有點像是 電影的感覺 就是用音樂來拯救 用音樂來拯救地球 所以不是只是純聽音樂 我原本是想說 要聽演唱會 其實在家聽唱歌 不是意思一樣嗎 抓起來 對 喔喔 對方 哇 這些火球狂轟 好狠 那我們直接帶毒藥 沒戳 沒戳到 沒戳到 沒戳到咯 好 直接用空的 那我們今天可以毒藥石處理 沒戳到 沒戳到咯 還是消磨 消磨中藍 在哪 是消磨中藍 好 毒藥 黑飛桶 可以 黏上去 好 預判的火球 可以 這邊一樣一波 粉末下來 然後毒藥準備一下 喔 被爬到了 喔 毒藥 毒藥 毒藥還沒進來 然後再一次毒藥 哇 直接火球硬解 很兇很兇 好 哇 這個火 火箭直接硬炸 哇 痛喔 179 我再轉一個毒藥出來 看誰快囉 好 這場打得有點激烈 小小的激烈 好 好 然後 我覺得這個 演唱會其實蠻有趣的啦 就 可能這五是 一生中參加的唯一一場 然後 可能也是最後一場 第一場也是最後一場 再下一場 耶 大家那個情緒 其實會 真的會忍不住落淚耶 不曉得為什麼 就是 有些 聽到一些 呃 聽到一些 自己可能 20年前 國動階段的歌 就是覺得 好像回到那個年代一樣 好 速轉珠 嗎 嗯 看起來是 好 慢慢靠 喔 這波這樣子 直接抓起來 失誤 嚴重的失誤 拚起來 好 一下 可接受 來 好 要被 錯到兩下 好傷 這次的野出來 可能要帶旋風 還沒跟上 可以 然後再抓機會 把野豬找進來 找得進來嗎 可以 直接帶進來 飛揮一下 毒礦下去了 好 可以 拉著 前置捅一個 很危險 然後 毒礦賽波 好 意思有到囉 把對方的 好 把對方的那個 火槍手逼出來 然後這裡 會飛到 小傷小傷 然後 然後 我們帶 旋風 這波抓到了 反正也是跟對方拼消耗 但因為 我這手牌有旋風跟地獄塔 所以 手野豬不算太吃力 等於 對方的循環上的話 我是跟得上的 好 四九九一 再來 目標是五千分 再過三小時就要聖誕聯賽 但 之前的聖誕聯賽 都沒有機會 好好 好好打耶 可能也沒有機會 好好試卡組 到底要用哪一套 直接被全吃耶 等一下 對方也在過牌 那邊就等 這裡 血量比較多 打一下 好 還可以 嗯 其實這波飛桶的話 可能一樣會遇到 剛被骷髏軍團全守的狀況 喔 這裡 電法 剛剛小閃 可以 來了 抓起來 可以 剛剛對方小閃用掉 好 然後 這一波的話 可以 礦工 加 毒藥 對方基本上應該是用 骷髏軍團來擠 好 我們試看看 然後直接 喔 下毒藥 好 對方 這波我水費可能 偏高了 等一下對方 直接瓦基利 加 嗯 看起來它是要直接瓦基利 配 抓個 他有旋風沒關係 喔 被電到 糟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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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嗯 定 定不上了 剛的一波的毒藥 隨便出了有點 過多過多 好 還沒爆就還有機會 但是 220滴 破軍團中也要出來了嗎 來喔來喔 再抓一波 變法 5 4 2 旋風跟上 隨便跟上就好了 不求多 2 3 然後地獄塔 可以了啦 只要不被抓到 好 對方 再走了 剛剛一波 預判的毒藥導致我 右塔差點崩潰 剛剛剛好 電法也嚇出來 好 耶 來到五千分了 我們再 多爬幾場試看看 嗯 現在是小費 毒礦跟破炮 毒礦在 玩 那 因為破炮毒礦的 那個 二棍小隊 還沒有升到13級 所以我覺得 可能可以再 稍微等等 喔 有點危險 怎麼這麼lag啊 三槍 等他的水桶出來吧 好 估計 帶小閃的嗎 好 來 然後毒藥準備 天哪 一抓到欸 好傷喔 可以 嚇死我了 嚇死我了 我剛剛那個 哥布林 差點銅到 沒有水桶可以抓了 還好 有射到有射到 欸 不像欸 三槍 三槍 最後還是來了 來吧 接下來 三槍 先抓到同一步吧 恩 有嗎 到底有沒有三槍 我們開了有點 小變形 小變形 小變形款 我們再鼓一次 天哪來了 誰會爆呢 好 左邊慢一點 可可可可可 可以接手 阿 沒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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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糟糕 還是被射到了 好幾槍 還是把大王林換成了 小王林 但打三槍還是有點 有點吃力啦 對老實說 阿 等一下 剛手斷開了 好 我決定 阿不急阿不急 好 我上場輸掉了 放掉了 放掉了 兩次的吸三槍都沒有吸好 沒有處理好 這趟其實打三槍 本來就是會比較辛苦一點 所以是可以預見的結果 大概 八二開吧 然後尤其是有失誤的情況下 的話 就更沒有機會了 頂著 野豬 老天鵝 老天鵝 挖起來 好 現在 我覺得這樣的開局還不算太差 因為 等一下我們這個飛桶丟出去 對方 如果是用火球解的話 我們還可以賺個 賺個費用吧 賺個費用吧 一費 好 蝙蝠 加豆子 好 然後 再減點水費 可以 好 出發囉 出發囉 等一下 還在 可控範圍內吧 加豆子 試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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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 這一招 超樓 這招手水備有一點 多 有點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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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空中 對方有太大的失誤 基本上只是時間的問題 欸 有 對方覺得我們是心機桶吧 喔 抓到一個生不可測的位置 這波可以拼一下 值得一拼 直接堵上去了 好 進展殺了 嗯 好 直接帶走 好 遇到兩個素短豬 素短豬這個組合其實 在爬天地來說還是蠻多人使用的 就是經典套路 泳錘不朽 5025 再打一場吧 好 換邊 啊 被捕到了 好傷喔 好 對方是破炮礦的感覺 我覺得不好打 這場不好打 我們對方小生物有很多 我的地獄塔 不一定 人家說我地獄塔 基本上是有點派不上用場 派不上用場 放 抽到 抓到 結束了 再見啦 再見啦 他們感受到了冰痘痘的呼喊 分了兩下 然後這幫礦工跟 大隊基本上要配一波了吧 及早抓礦工 在這邊逃了一下 小凡小凡啊 下來 好 抓到了 但是 有點晚 好 可以 抓一個 好 我們打一波 好 出不到 最後呢 大隊也是 很煩很煩 啊 心機桶被抓到 啊 心機桶被抓到 啊 心機桶被抓到 啊 結束了 好 這把 輸掉了 盡力了盡力了 這波礦工好像 又有一線曙光 不要 抓 哇 竟然贏了 真是 不好意思 哈哈 好 好 太好了 太好了 要去跨年了 要去跨年了 這次是 2018 最美妙的時刻 然後 嗯 看一下卡片可以捐獎 原本在用的這個破壞礦是這個 但是 還在等二魂小隊升級 把他升滿了之後 再來爬應該會理想一點 那我們這次就還是用小費毒礦來打 那 很久沒使用小費毒礦啦 那之後呢 就是再來去拍天梯的影片 祝大家 2019 新年快樂 先在這邊預祝一下 那 如果您喜歡這影片的話 不要忘記訂閱打開通知小鈴鐺 然後 期待一下 2019 我們再相見啦 掰掰